这个孩子有可能就在捧扯 这以后的房主啊 就是徐守峰了 你有脸 你这是非比我们走啊 是不是有钱就能救妹妹了 那我愿意去 毛衣是我亲手给她治的 妈妈 我爱你 妈妈也爱你 要尽快找到骨髓尖献者 家里只有我是妈妈的亲人了 能长大佩佩的骨髓 已经不容易啊 你要见尽心心 孩子们还等着你呢 妈妈 妈妈 这孩子是先进性心脏病 心脏病啊 我告诉你 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原谅你 妈 真的不好意思 我刚才做事啊 这可是人情的 要是撞人怎么办 上岛抽那么多钱的孩子值得 尽快带她做手术吧 你这甚不想自己报个罪吧 你们这是我们公司和你们学校 想推出学活动 校长跟我推荐了你 我想把小玉接走 这就不行 那边家怎么有的白血病是 白血病 大妹啊 你答应我 弟弟 爸爸 父母长的 从今天起 要学会照顾爸爸妈妈 这些孩子都不是他们亲生的 都不是啊 都是捡来的 最大的那个姑娘呢 也是七婴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普华 今天我们来看 《我想有个家》的第四集故事 之前我们认识了两位主人公 冯秀琴跟王志明 他们受养了六个孩子 成了一个充满爱心和温暖的大家庭 但是最近一些困境 让他们二人是有些难以承受了 先是小薇被确诊为心脏病 需要手出费三万块钱 丈夫王志明不能够工作 只能是卧床休息 因此啊 这个家全靠着妻子冯秀琴一人 去挣钱补贴家用 而期间呢 他们还经历了 宋子风波和小林的融入问题 都解决完之后 本因为该尘埃落定有所好转了 冯秀琴却意外地被查出 患有白血病 可以说 让这个家庭是更加的风雨飘摇了 但还好 这个时候高慧伸出了援手 其实啊 高慧也是一个不容易的母亲 她呢苦苦寻找女儿十四年 却从未获得了有效的线索 但是最近好像真相离高慧 越来越近了 那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她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 今天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妈 妈 你怎么出院了 在医院待不住 还是家里舒服 高总 您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啊 不好意思 这大周末的还把你叫过来 我是 你是想问问关于孩子的事情吧 这个孩子有可能就在棚上了 谢谢阿姨 我懒得了 很 cl别的 你说咱们 太阳了 那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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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路上注意安全 那我们走了 那我们走了 好 走 慢点 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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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去开门 快 慢点 快呢 慢点 慢点 快点 再来一个 好了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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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小儿 你说咱俩现在这样 靠俩孩子 她也撑不起这个家呀 大明啊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一定会好起来的 不行咱给田干事打个电话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 咱不能给孩子们耽误了 对吧 你看小薇 病成这样 咱拿什么给人治 咱俩怎么都好说 咱不能把人孩子给耽误了 你说是吧 行 行 小薇 小薇 你去哪儿 我去看看孩子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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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月房租给交了 他 他把我们交的房租 是啊 你们算是碰到好人了 那真得感谢感谢他 以后有钱了 一定要想办法还人家的 人家有钱不用你们还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这房子我已经卖了 这俗话说得好 帮得了急 帮不了穷 那家这也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事 我现在也没办法 总而言之啊 这以后的房主啊就是徐守峰了 月底啊 就是他来给你们打交道了 妞妞 你这是非逼我们走啊 我也不愿意啊 得了 你们好好歇着 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我先走了 来 走吧 兄弟 兄弟 这该想的办法 都想到 钱就这么多 这房子 这房子 你有理也说了 这下不如该怎么办 希儿 你不能总这么逃避下去啊 咱真该为孩子想想下不如该怎么办了 好 姐姐 你醒了 感觉好点了吗 嗯 嗯 妈妈说了 这是最后一关了 你要坚持啊 咱们一定能赢的 嗯 等我病好了 咱们全家人一起去动物园吧 好啊 好啊 那你要加油 嗯 你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 你看 这个笑脸是不是跟你一样漂亮 嗯 红苹果 红红的 妈妈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妈妈帮小薇打怪兽 谁来帮妈妈打怪兽呢 田开始 我们找你来想商量一下 该给孩子们找个新家 找个新家 我们也舍不得孩子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 天开始 就麻烦你 给孩子们找一个好的家庭 对他们好的人 王大哥 王大姐 这事 你们就放心吧 我明天就去联系 那你就费心了 来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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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他们来了 都在这儿了 来请进 请进请进 这几个孩子都是冯妈妈收养的 是吗 又痛了又懂事 要不是他们两个的身体不好啊 他们真是不舍得把孩子送出去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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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小伙子 这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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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丫头 好 那你们 小姑娘 赶紧睡了 就睡睡吧 好 来 来 来 去吧 小朋友 阿姨 我不能跟你们去 因为我有病 你有什么病呀 心脏病 要做手术的 阿姨 我妈妈也病了 阿姨 你能不能帮我妈妈打怪兽呢 打怪兽就是 小静宇 你多大了 五岁半 走吧 跟阿姨回家吧 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呀 我可以买很多玩具 叔叔带你去吃好吃的 小孩真逗 吃个小女孩 叫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燕香 我不想跟你们走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带你走啊 我妈妈生病了 我想陪着我的妈妈 你看 我就说女儿多贴心 是啊 还是女儿好 我爸你来说 就跟他们讲 就跟她说 就是说女儿多贴心 就跟她说 好像妈妈妈 要不去 你别不去 你放心吧 好 那就行 那就算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我送你去把手拿到裡面 好棒 我好好的 你肥膚 你肥膚 我肥膚 你肥膚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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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嗯 妈妈是不是要把我们给送走啊 不会呢 别瞎说 真的吗 嗯 就是 妈妈呀 不会舍得我们的 那今天 已经容易来给我们照相了呀 姐姐 我不想去逼人家 姐姐 我怕 不用害怕 妈妈呀 不会送走你们的 妈妈来了 快睡下 快睡下 饼上太过去 就像我说了 饼上太过去 冰糖 还有一种 奶油 牛奶 饼上得很大 饼上位 钥琴 饼上去 饼上位 妈妈 妈妈 您今天有空能陪我睡吗 行 妈妈今天陪你睡好吗 好 妈妈我要跟你在一起 好好 好 行 妈妈 我也要 好 今晚上妈妈就陪你们睡觉 好不好 好 来喽 我来一下 妈咪 妈妈 您有把我们送走吗 不送 哪也不去 好 黄大哥 冯大姐 那对夫妇的家庭条件非常好 他们看中了小燕香 最主要的是 他们愿意出资帮助小薇做手术 您看 这孩子的工作能做吗 那他们说 什么时候了吗 他们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了 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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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大姐 您的心思呀 我完全理解 不过您看 眼下的这种状况 我觉得 您是不是应该下定决心 接受现实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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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怎么跟孩子们开口 这个 妈妈 要不 我替您说吧 爸爸妈妈 小薇 她冰倒了 冰倒了 嗯 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 先别着急 我去看看 妈 妈 冯大姐 天干事 妈 妹妹的病 怎么样了 还在患病呢 你怎么来了 冯大姐 小薇的治疗费 有着陆了 妈 小燕香 她答应了 祝你 爸爸 等我长大了 我得回来照顾你 好孩子 到那边要听话啊 好的 爸爸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什么秘密啊 这是什么呀 我把妈妈的电话号码给记下来了 我怕我忘了 放好了 爸爸 千万不要让妈妈换电话号码 嗯 好了 去吧 听话啊 好 这是小燕香捡了一时穿的衣服 我给她洗干净了 里面还有一件毛衣 是我亲手给她织的 你们一块儿给戴上吧 好 好 小燕香 去你的爸爸妈妈家 你一定要听话啊 妈妈 我爱你 妈妈也爱你 雨 让我回家 惹 哥哥 咻一笑 不够 哥哥 哥哥 倩倩 指 你要好好听话 点怀 哥哥 走 站着 好 即将 你不要再淘气了 你走 好 走吧 把箱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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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好 我 小魏妹妹 这是我们为你爹的签纸贺 你喜欢吗 咱们都是一家人 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我们会好好照顾妈妈的 妈妈的病 会很快就好起来的 黑黑的天空低垂 凉凉的繁星霄碎 虫儿飞 虫儿飞 在幸福云生里 我也想跟妈妈睡 天上的星星流 我累了吧 这样爸爸就有天之病了 虫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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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风醉 冷风醉 没有感觉 虫儿飞 虫儿飞 乖上能拔拜你 你干嘛 我们小魏是早不败的小贵子 妈妈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爸爸你吃 真好吃 医院里的叔叔阿姨 可喜欢带小后台节的小姑娘了 天不关东南西北 虫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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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水 一生有一堆才美 不怕天黑 只怕心碎 不管累不累 也不管东南西北 虫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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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有一堆才美 不怕天黑 只怕心碎 不管累不累 也不管东南西北 虫儿飞 大明 你说小薇是不是在天堂 就不会生病了呢 秀儿 小薇啊 在那边肯定是健健康康 快快亮亮的 你就放心吧 天培 去把弟弟们叫过来 我去 妈 你叫我没呀 坐吧 小杨林 拿着 小俊雨 回来 这上面啊 都写着你们到妈妈的 身边的日子 未来 你是中天来妈妈身边的 妈妈见到你的时候呀 啥点疼红疼红的 妈妈 你说过我们牛在一起 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妈妈没有说话不算数 可不是妈妈病了吗 所以啊 才想着给你们找一个新的妈妈 来照顾你们 可你们放心 她妈妈病好了 一定都会把你们接回来的 妈妈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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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琳 妈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虽然 你不会说话 但你心里什么都懂 对吗 下一个来的家庭 就要选你了 你知道 妈妈是迫不得已 才把你送走的 绝对不会是不要你的 妈妈绝对不会让你流浪街头 也不会再让你坏人把你抢走 妈妈 会为你选一个好的家庭 好吗 走 帮妈妈去做饭去好吗 走 你不想打开 你把你放在路上 或是 你不想打开 没了 你不想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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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想打开 你不想打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他们跟我保证过会好好对你的 妈妈知道你心里不愿意 妈妈也不舍得 你看看 如果你不喜欢 妈妈就让他们走好不好 那行吧 你跟妈妈爸爸走吧 听话啊 走吧 孩子 别难受啊 孩子 怎么了 怎么了 干吗 随便 走 跟我回去 哪有跟个大弟弟的 哪来的 在超市偷的 妈妈不需要你帮我干活 明年就去上学吧 妈妈妈 是迫不得已在把你送走的 绝对不会是不要你的 妈妈妈 妈妈 妈妈 你会说话 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妈 你会说话为什么不告诉妈妈 妈妈 我不是远吧 是他们老打我 所以我不要说话 好孩子 让你受委屈了 爸爸 爸爸 太辛苦了 是你给我的一个家 如果我要走了 就没有机会教你医生爸爸了 所以我要说话 所以我要说话 好孩子 杨林 你过来 杨林 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不说咱俩一起挣钱养家吗 你不能走了 哥哥 这真是个唯一的爸爸了 我要不走的话 就没钱给妈妈治病了 哥哥 我们还是朋友吗 我们不是朋友 你是我弟弟 你永远都是我弟弟 哥哥 杨林 我等你 杨林 乖 杨林 老厚 杨林 whfrom 老厚 但也要经过配对实验 不一定都合适 我想给我妈妈捐 我爸爸病了 下里只有我是妈妈的亲人了 好吧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街道办事处 昨天您来找的一位住户 找到了 找到了 大姐 来两个饼 加在你家床上 干啥呢 什么呀 你说打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我踏你了 快 别痛啊 你他们不服势是 怎么了 警察上场 我上场 小薇的遗憾病逝 小燕香 小军雨 小杨林的被陆续送走 曾经幸福温暖的家庭 如今变得空空荡荡的 好像只剩下孤独和哀伤了 人少了 但是烦恼却一个也没有减少 冯秀琴白血病的治疗费用 依然是无从解决 我们也知道 其实王燕彭呀 一直都不晓得 他自己也是被收养的 而此刻他提出 为了救冯秀琴 愿意捐献出自己的骨髓 那么在配型时 他能不能就此知道 自己身世的真相呢 而另外一边 高慧苦苦寻觅孩子 很多年都没有什么线索 但这个时候 他突然获知 女儿有可能就在这座城市 应该说 这些辛苦与付出 是有了一些回响 他似乎离女儿越来越近了 真相呼之欲出了 我们隐约能够感觉到 王燕彭很有可能 就是高慧苦苦寻找了 多年的亲生女儿 命运的安排 让他们不断地相遇 也不断地错过 相认的机会 那一旦获得了真相 这个家庭该如何去承受呢 王燕彭跟高慧 他们又该如何去处理 这一份情感呢 请别错过 我们《我想有个家》的 大结局故事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他们告诉我 是您收养的这个孩子 你累养的时候 他身上是不是穿着一件 带小燕子图案的衣服呀 妈 我想当孩子了 妈 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真不哭 我不相信不是真的 我不想再听了 别赔了 不要再听了 你还是回到你亲生妈妈那里吧 妈 我不懂 姐 你别走啊 好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